台湾电影《流麻沟15号》 改编自作家曹清荣的同名著作 描述1950年代 女性政治受难者到绿岛集中营 进行思想再教育的遭遇 故事中三位不同年龄与身份的女性 只因为唱几首歌读过几本书 就被带至岛上服刑 电影刻画《狱中女性的坚毅》 也道出威权政府的残暴 一对瑞士情侣在巴基斯坦的惊悚遭遇 被改编成电影《逃出风暴》 2011年7月 在丝绸之路上享受自驾旅行的瑞士情侣 旅途中在巴基斯坦 被塔利班圣战士绑架并关押 成为换取巨额赎金的筹码 两人在软禁的过程中受尽煎熬 一场惊心动魄的跨国救援 就此展开 日本电影《调职令式警察乐队》 由男星阿布宽丹刚 饰演伊尼有着绝佳破案能力 但经常不按规矩的资深刑警 在一次违规行动后 他被调职到警察乐队 新的工作让他非常不适应 但这也让他不得不转换心态 去做好全新的身份 即使乐队不如前线的刑警耀眼 但仍有它存在的价值 日本电影《流浪之月》 改编自畅销同名小说 由影星广奈林与松板桃李主演 故事聚焦一起 女童诱拐事件中的 被害女童与加害者 在事件过后15年 两人再次相遇 多年前的事件 深深影响着两人的生活 他们的重新联系 引发旁人反弹 诱拐事件的真相 也因此渐渐浮现 庄社综合报道